一口氣,Kitty、馮媛兒就為大家送上了三個節目 似乎真的越戰越勇 其實要講一個個人的演唱會 要求的就是一個體力和你的意志力 因為四個小時出入在一個台 為大家送上這個節目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吃力的一件事情 除了要唱曲,還要不停搶妝 換衣服,給人一個換言一身的感覺 這裡真的要多謝幕後的團隊 跟他很努力,很配合地跟他換衣服來搶妝 提起配合更加要多謝我們今晚 樂力拍禍的十多位音樂名家 他們是來自深圳雷霆曲院大樂隊 音樂領導周秋師傅 經樂領導李仁彤師傅 其他的師傅們 你們上去雷霆曲院就會見到他們 接下來為大家帶來的第四首曲目 這首是《新霸王別姬》 這首曲就是我們說十多年 這幾年在香港的曲壇 似乎沒有他開不成演唱會 有些朋友就會說 為何是新霸王的呢? 難道有個霸王也有幾個嗎? 不是 是因為我們舊的曲式是由前輩 麥炳榮先生和鳳凰女小姐 灌錄了一點就是霸王別姬 嚴觀法先生在新讚寫這首曲的時候 為了來一個分別的話 於是就簡單寫一句 這首就是《新的霸王別姬》 不是一個新的霸王 是一個舊的霸王 說起西楚霸王項羽 就要追溯歷史 就是看他和劉邦的楚漢之爭 他兩個人的爭霸 其實是持續四年多五年這麼久 項羽身材很高大 而且武功非常之好 他的策略也用得很好 他曾經坐擁四十大軍 而劉邦只過十萬的軍隊 曾幾何時 就是項羽的時候 他的雅父范僧 要求項羽拿一個機會 在鴻門夜宴的時候 將劉邦剪除了一隻免除後患 我們都聽過一個成語 項莊武劍的志在佩公 佩公就是劉邦 可惜這個刺殺的計劃 就因為項羽一時深遠 就被劉邦的助手 看穿了這個計謀 趁機趁亂的時候 將劉邦救走了 成為楚霸王一個心腹的大患 除了兩個人爭霸之外 其實項羽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不能夠知人善用 其中他一個將領叫做韓信 曾經是項羽的徽下 可惜他不將他重用 也看不起他 於是韓信轉頭是劉邦的軍隊 更加為劉邦立了很多汗馬的功勞 很多場戰役 是將韓羽的軍隊打敗的 還有一個致命的 就是他的阿父范曾 因為劉邦用一個反間計 離間計 將他兩人的感情破壞了 那韓羽就將范曾趕來了軍營 從此他少了一個軍師 在很多策略上就失了先機 這時候為大家帶來這首《新霸王別姬》 當然是第四度出場的Kitty 馮煥兒 他今晚請到的特別嘉賓 為他演唱這首曲的就是 我們著名的文毛生 亦是國家一級演員 麗俊昇先生 掌聲送給星哥 Kitty 帶來的《新霸王別姬》 打敗伊斯坦 亭鯉 打敗伊斯坦 打敗伊斯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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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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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